消费者坐在连锁咖啡店 巴鼠杜西 一口口吃着 铺满肉松的面包 在台湾这是件 稀松平常的事情 没想到出现在中国大陆 却可能让业者吃上罚单 肉松是用纯的肉制品 进行一系列的工艺 加工制作二层 那么我们叫它是肉松 那么肉粉松 在有肉制品的情况下 里面加入了一定的 植物纤维和豆粉松 来制作熬成 原来所谓的肉粉松 就是用植物的豌豆粉 加肉类香精制成 成本只要真正肉松的 三分之一价格 中国大陆上海市工商局 认为上海巴鼠杜西 对外宣称是肉松面包 却使用肉粉松制作 侵害消费者权益 开发人民币15万元 约新台币70万元 但在台湾没有明确规范 肉粉松是有 他们的规定是有 它的一个定义 那在台湾其实这些 有没有加入这个豆粉炒制的 都通称为这个肉松或是肉酥 两岸食品标准不同 业者也只能谨慎跟上规范 才不会赔了名誉 也吃上罚单 三地询问综合报道